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假的 沒錯 我配的 我這麼好配的 好 但是他還是很可愛 我大概講解一下簡單的句子 他說他是小巴 我是一隻狗 很明顯還是一隻狗 他就說 我是一隻很大的狗 好吧 但我其實沒有這麼大 你看 這麼大的狗 然後他 然後再來他會說 我是一隻滿很蓬鬆的狗 其實也沒那麼蓬鬆 你看跟其他狗比較 他好像就沒那麼蓬鬆 好可愛喔 對 也很可愛 然後再來呢 這一條 他就說 他是一隻華麗的狗 然後又好像不是 我是一隻兇猛狗又不是 然後我是一個跑得很快的狗 然後又不是 他就一直在思考 他到底是怎麼樣子的一隻狗呢 所以他就 跟這麼多狗朋友問說 我到底是一隻什麼樣的狗呢 他在問他們是不是 對 是 最後結局什麼 我們就有興趣的朋友 自己來 讀這本我是小巴的書籍 那你第一眼看到他的印象 你感覺到他是什麼狗 他就是 一隻狗 普通的狗 普通的狗 好啦他其實就是一隻古代牧羊群 喔 對他小時候的樣子 是是是 是 好 那我現在要講一下 像我們剛剛很簡單 就帶一點點的劇情 然後最前面就有講到一個 他怎麼樣去認識自己啊 他是誰啊 可是他一開始會覺得 他跟別人比較 好像覺得自己沒有這麼好 好那我的特點在哪裡 就好像有點小小的失去自信 但是結果呢 是什麼 而且這本書是有注音的 所以同事也很適合帶 家長可以帶小朋友一起看這本書 然後可以一起教導他說 他認為他自己是誰 找到自信中的一個故事 喔 好 我現在講的第二本新書 叫做 莫內羽毛的奇幻女神 請問你認識莫內嗎 知道 是一個很有名的印象派畫家 沒錯 就是同一位莫內 那我現在來簡單講一下故事 這個故事呢 是莫內有一隻神奇的畫筆 然後他有一天呢 他就點點他們家的 有一隻貓咪的雕像 點點他們的時候 他就忽然活起來了 貓咪活起來的時候呢 他可以深深懶腰 然後到處跑啊 然後莫內也加了很多畫 很多畫這樣 然後他就在跑來跑去的途中呢 貓咪就好像就 擅自的跳進了他的畫裡面 然後莫內就嚇到了 你怎麼跳進我的畫裡面了咧 莫內的畫裡面 對 莫內的畫 沒錯 牆上他直接給他跳進去 所以是奇幻旅程 所以他就跟進去啊 然後就想要把貓咪給抓出來 然後貓咪呢 就把桌上的東西弄亂啦 或者是他跳到哪一些名畫裡面 把一些場所啊 給弄髒啊 還有踩一些貓腳印啊這樣 但莫內就一直這樣追逐他 一到最後 貓咪他還是沒有說追到莫內 然後... 講反啦 莫內還是沒有追到貓咪 有一小段 他們兩個就是抱在一起 然後覺得一起欣賞畫內的風景這樣 然後最後貓咪還是跑掉 跑回到他的家裡面 其實是從畫裡面回到他的家 又回來了 然後莫內就追著氣喘吁吁的 那後面故事的結尾是什麼 那後面就請就 興趣的讀者在自己看囉 剛剛我講到他的幾幅畫 其實也是這本繪本的一個重點 後面不是跳到畫裡面去嗎 什麼時候進去了 莫內有四個名畫 四個名畫啦 不是四種 那一個是海邊的木板路 那一個是午餐 還有跟聖拉薩車站 還有跟睡蓮 其實對我們這些 其實比較有年紀的人來說 可能就是不陌生這些靈畫 因為莫內就是很有名的印象派的話講 那請問你對這樣的劇情 或是莫內的這樣子有什麼感想嗎 我會覺得這本書 聽起來就很信 而且莫內就深深去打撞我 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印象派的話 然後我就曾經去大都會博物館相關的 好幾個小時我都待在去看印象派的畫 你有得出什麼體悟嗎 看著印象派的話 然後 就是要用這個印象 光這樣灑下來 就覺得有點 感覺就是 找回生活的意義 就是給我自己 感覺生活的意義 就是充滿在我心中 那我要來講這本書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呢 你看我講到很多關於莫內話 印象派等等的事情 我們的這本書裡面呢 這書一 還有特別附贈學習單 那這個學習單的內容呢 就是有在介紹說 可以帶小朋友去認識說 這些有什麼畫 有什麼內容 有什麼文化啊 什麼的解釋 接下來我要講貝貝和好朋友 生日時刻 貝貝是 貝貝是一隻貓 他是一隻賓士貓 你知道賓士貓嗎 可以賓士貓嗎 不是 是他頭上是有個黑色的頭髮 的中分的瀏海 的一隻貓 跟他的好朋友的故事 他的好朋友有哪些啊 他好朋友有小豬 有阿熊 有凸豬 還有跟小咪 連養小咪 就是一整個故事 那我簡單講一下呢 他的生日時刻這個故事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呢 這一天是貝貝的生日 貝貝就很開心 然後他要準備出門要去放鬆 我們自己要去玩 先肯休假 那有朋友們呢 想要 貝貝在上班裡 I don't know 其他的好朋友呢 就想要為他辦一個生日派對 然後偷偷的 就是有點笑笑的 比較surprise 然後跟他說 啊貝貝我們要約在哪裡啊 我們什麼時候見 但是他竟沒有跟他說 他們要幫他辦生日派對這件事情 對 那所以整個故事呢 都是貝貝很開心的在那邊 散步啊 看看風景啊 他的同時 他的好朋友呢 會再做蛋糕啊 或是釣魚啊 就是要準備生日的派對 對 這整個故事內容呢 到底是貝貝知不知道呢 然後我現在要講他其他的特點 這本書其實有一個小小的特點 就是呢 他在每一個數學觀念裡面呢 他有提到一點點時間的觀念 可能說我跟貝貝約12點在哪裡見 那大概是這個小小的概念在這個書裡面 帶小朋友認識時間 對 然後再來還有一點是 他是手作手縫的玩偶 他所有的畫面啊 都是把他拗手拗腳啊 然後去做出那個感覺 而且每一隻 他的五隻 就是貝貝 就是他其他的好朋友 全是做著手縫的 那那些場景也是 也都是老師就是做著自己做的 對 那現在要提到我們的老師呢 他叫做劉小屁 他其實之前也有出過其他書籍 像小李的建築夢和小小的寶藏 其實就是也是我們三人有出過 那如果有看過這幾本書的話 也不是陌生劉小屁老師的書籍 對 他這次就是有一新的挑戰 他自己本身就很喜歡做手作這件事情 那其實貝貝呢 本身就是小屁他家自己的貓咪 這個是劉小屁老師 投注個人情感之作啊 是 那我們可以再簡單提一下 他還有第二本叫做 貝貝與好朋友的聖誕大行動 他為什麼叫聖誕大行動呢 那個行沒有打錯 是真的就是 形狀的行 我剛剛有提到說 上一本是有一點點時間的觀念 那這本很明顯 形狀就是有什麼 形狀的觀念 三角形啊 正方形啊 那聖誕節的時候 聖誕有公司就要送禮物 公司要送禮物的時候 他要送禮物的時候 正方形就要給正方形的假 三角形就要給三角形的假 但是一樣是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帶小朋友可以認識 形狀是什麼樣子的 蠻可愛的耶 我們現在結束同書的環節 我們現在要進入成人書 跟文字書 我現在要講的書呢就是 怎麼就到了圖尼西亞 發現10337萬奇幻國度 請問你知道圖尼西亞是在哪裡嗎 是在北非的一個國家 沒錯 應該大家都對 意大利西亞的那個位置不陌生 所以其實圖尼西亞就在那個位置而已 那你知道圖尼西亞有什麼特色嗎 特色就是 沒有 好 好 我不知道 請說 這本書呢 聽起來很像是旅遊書 但它其實是 它並不是傳統的旅遊書說什麼 這經典五顆星 它並不是這樣子的旅遊書 它比較像是 作者像是 他在深入街道 深入城鎮 然後帶你慢慢的走 然後慢慢的看說 這面牆壁是什麼樣的故事啊 什麼本是什麼故事啊 的一種 像紀實文學的 當然你也可以參考它的內容去做 假設它的作者是 其實它是從北到南去介紹圖尼西亞的城市 當然你也可以叫跟著它的書一起從北到南走 除了如果我們不能當下去的話 我們也可以借我這本書來認識一下這個地方 接下來是要講最後一本 它叫做 退而不休 退休這件事情我覺得是 我個人的體悟就是我身邊很多朋友們 他們的家人退休 那我會覺得 因為現在人的平均受命越來越長 所以其實退休之後還有蠻久 可能還有 有可能還有20年 但是很多人他其實不知道 他退休之後要幹 我就覺得還蠻可怕的 如果把 就是有可能把教練就放在小孩身上 去盯小孩說 欸小孩結婚了沒啊 也不知道要買房子什麼 就其實無形中給小孩蠻大的壓力 這都是我朋友的那個啦 都是說我朋友啦 都是說我朋友啦 那你已經講了那麼多 那我大概講一下這本書呢 那它其實有一部電影也是日本翻拍的 就是也叫退而不休 那如果有看過這部電影的人 當然就可以更知道這本小說的情節是什麼 那如果不知道呢 我現在簡單講解一下 沒錯我剛剛我們討論的內容 就是很像這本書的內容 就是有位主角有位先生呢 他其實就是一定到了一定的年紀了 但是他身體還是很健壤的 但是他大家知道 因為這是一本日本的文化的書籍 所以大家知道 日本到某個年齡的時候 他們是會有制度的 就是會安排你退休 去台灣也差不多 他是一個不是自願退休的狀態 但是他到了退休的年齡 那他就得退休了 他自己就覺得說 我不知道我要幹嘛 我很愛我的工作 我熱愛我的工作 我幾乎把一半的人都奉獻在我的工作上 那忽然就這樣退休了 那就可能開始要找自己的興趣啊 然後或是去健身房運動啊 那因為你看他沒事嘛 他天天在家 可能就增加家裡的爭吵 這是一個很微妙的東西 因為你一直看到他在家 然後就會增加起來 那就加上他自己不知道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後來是一個聖事的時候 就覺得我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工作啊 我就去再找一個工作來做 沒錯 所以他就又再去找了一個工作來做 就是大家眼裡都知道說 你已經這麼老了 你幹嘛還要去做 就是大家身邊是這樣子 在看他在罵他 可是對他自己來說 反而是 欸我又找到我想做的事情了 嗯 覺得自己有一個意義 他還有一點就是 你看他爭吵 甚至說 那不然我去外面找小老婆啊 還是什麼 我去外遇啊 千萬不要這樣 警語放下在這邊 千萬不要這樣 是就是他試了好幾條路 然後去找到他退休之後 他的第二人生 到底要怎麼樣去做的一個掙扎 作者寫得非常的細膩 所以你也可以深入的去感受到說 我們的主角自己的掙扎 還有他真的迷惘 這本小說 對我們 對我自己看來來說 如果我自己未來退休的時候 我會是怎麼樣子的 如果你退休 你會想要做什麼 自己有想 如果我們沒有一點點小錢的話 可以開個小咖啡店啊 或一些小書店啊 當然 有可能中間有沒有變啊 我們沒有那麼 那你問我了 那你退休之後你想到嗎 我沒有想要退休 就是你的工作型態 能夠轉變成 是比較能夠自己控制的話 其實你就只要減少工作的量 你還是能夠繼續工作 然後達到一個平衡 這是我會覺得是 在新的時代下 需要我們去調整新的工作型態 這是我的規劃 喜歡這部影片嗎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IG還有FB 記得開啟訂閱小鈴鐺 才可以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喔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這本小說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自己去 購買來看喔 推薦 下方留言告訴我們的 你退休生活喔